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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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湖南長沙 大家會想起什麼呢? 長沙臭豆腐 其實除了有好東西吃 還有好東西看 應該說是有好東西沒有 嘩哥哥仔大庭廣眾之下 做什麼不穿衣服啊? 哦 原來是長沙有個新活動 叫做自由泡泡 不過這個活動本身都不稀奇 在國外都流行很多年 但是這位哥哥仔就好有奉獻意識 自己剝光珠 戴著眼罩 障害雙手 就說可以給大家自由泡泡 結果當然是吸引了大批女生去求泡泡 都有些女生好害羞 要朋友拖著才夠膽出來 其實現在社會風氣越來越開放 承認自己好色其實都不是壞事 甚至有網民留言說 男生想泡泡可不可以啊? 而都是長沙 有肌肉男戴著青蛙頭肚 說可以自由泡泡 真是好大有位 嘩 我是說頭肚 絕對不在說其他部位 而這位青蛙哥哥真是lucky 吸引了這麼多美女 又是公主泡又是舉 我是說把女生用雙手舉起身啊 這個女生還反客為主啊 其實女生好色起身 可以比男人更加好色啊 話實話 長沙真是一個好地方啊 去到酒吧 會有帥仔跟你近距離接觸 嘩 好像這樣為你食堂 是不是好吃很多呢? 還有這位扭來扭去的男人 又是飲水誘惑 又是五角以穿襯衣跌博 又是蹲在地下 看看台下的觀眾 新隻手上摸就知道現場效果有多好 不過這麼薄 除了是經驗 都有網傳她是有個女女 所以每日都要努力上班賺奶粉錢 我說努力賺錢養小朋友的男人最帥仔了 說她是全場最帥仔 不過分吧? 本身以為這樣一場騷 應該怎樣都要幾百元人仔 誰知只需要買一杯五十元人仔的飲品 就可以入場去看一看那些帥仔 我真是想說一句 長沙的姊妹 你們食得真是好好啊 如果你都想看韓國惡巴 現在都不需要飛韓國的了 去吉林延吉就可以 有朝鮮族的帥仔 在你面前又長又跳 還扭上屁股絕對物超所值 或者都可以考慮一下去山東威海 就會有人拿著乾冰噴煙槍對你狂噴 還會拿著皮帶 隨機選個人抽打 搞一下氣氛 聽下面的石頭有多Hi 個個都舉手 今集好意好食就到這裡 喜歡就給個Like 下集見 拜拜 拜拜